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cos180度加上tang0度加上sine270度加上cos的2分之π等于多少 好,这是一个计算题 我们在解这个题目,我们先知道这个三角函数值跟这个角度的相对位置 那代表多少的一个数字呢 原式等于,我们来看cos180度 cos是从1,0,负1,0 所以cos180度就是在负1的位置 tang0度,它就是0 sine270度是0,1,0,负1 所以sine270度是负1 cos的这个2分之π,2分之π就是90度 1,0,所以它这个是0 所以负1加0加负1加0等于负2 这一题答案就解出来了 就是要有一个分之位 这一番争用的函数值 可以看到它 就是我们来看传选择 也可以se